这我还从未听说过 原来娘 你竟然是被我爹救回来的 想必是我娘道关被毁时 对灵魂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恢复的概率 恐怕是恢乎其微啊 世尊 这你可有办法 或许你可以用物灵药顶试试 娘 你不要抵抗 我想试试看 可不可以将你的道魂修复 好 娘都听你的 物灵药顶 全靠你了 娘 你真厉害 盗魂居然是天洁装品呢 什么 你是说天洁中品 要想将龙破天拳修炼到极致 就必须想办法开辟第二丹田 将其作为酝酿龙气的地方 同时也能用来储存更多的生命之机 有之余你在突破至凝血境时 变得更加强大 那世尊 第二丹田该怎么开啊 后开辟第二丹田非同小可 需要旁活的精元器才行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机遇 就只能够靠自身慢慢继续 这个过程无疑将会是十分缓慢的 啊 那岂不是说 我想要突破到宁血境 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嗯 嗯 好 我就来试试看 还差一点 嗯 阴了 你 啊 你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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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总算是成功了 不然这回亏大了 虽然秀为没有提升 但是开辟了第二单天 今后修炼一定会事半功倍 好 好 好电法 可以成为精英弟子 欢欢 这是给你的奖励 拿着去藏书阁吧 家主会在那边给你些指点的 我这就去 杨诚哥 我爱死你了 好啊 你小说 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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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着我 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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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禀报 杨少主 属下轻点了下 此次一共派发出去八百枚黄金丹药 和八十万金币 嗯 有了这些资源 杨府一定能壮大起来 嗯 嗯 杨臣 你好大胆子 这话是不是该我问你们 你们这两个老住宠 家族有难不出现就算了 竟然还挑起内乱 你还烦 简直无法无敌 我 我 我的手 没有直觉了 小兔崽子 不将武德给我下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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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呀 哼 哼 面对两位釜天静的高手 我杨臣这点自知之名还是赢的 放心 这药宠是费了你们的功夫 要不了你们的命 拿下 是 我杨臣的 我杨臣你让我做什么东西啊 我不想当废人啊 我可以不计情嫌 但是你必须立誓 效忠于我 我不会告诉任何事 你以后 还是王家的大少人 而且 你师父的毒 我一样可以解 日后你要是想学 我可以教你 好 好 很好 起来吧 只要你听话 我绝对不会亏待于你 保你成为满谷城 第一恋勇士 谢 谢主人 不用叫我主人 叫我陈少 省得你日乎一不小心 在人前叫错 是 是 陈少 走吧 带我去你师父那儿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嗯 这就是吃 啊不 那老家伙的老巢 杨少您放心 老家伙生性孤僻 连个丫鬟仆仆都没有 更别说护院了 这里的东西 您就像那吧 不可能 双道魂已经是无比罕见了 三道魂更是文所未闻 孙都喊不成 就没出现过这样的怪胎 怎么啦 这不是杨尘吗 是他 他怎么回 将那个小畜生给我拿下 我要活的 好 是 小畜生 束手就擒吧 小畜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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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 什么